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今天是1月23号礼拜天 2022年 我是加科的蒋伟文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是个morning dad 就是早餐是由我来负责 爸爸负责早餐 然后我们家的蒋夫人 负责晚上带小朋友睡觉 讲故事给他们听 然后帮他们盖贝贝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分开作业 我是早上 蒋夫人是晚上 最近稍微有点变化 因为最近天气很冷 但是跟大家分享过 我早上的一整个流程 有的人听到 不知道心里是做何感想 因为我小时候 我特别讨厌冬天 拿毛巾来洗脸 或者冬天去洗手 那种感觉 特别的刺骨的感觉 非常不舒服 然后我就 我这样做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早上 除了帮小朋友 做完早餐 帮他们水壶装满水 以后 把他们书包都拿出来以后 我还会再拿一个钢盆 然后装热水 然后把他们的毛巾 丢到热水里面 等要叫醒他们的时候 对忘了讲 所以我们叫他们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音乐 把他们唤醒 音乐的歌单 除了鬼灭之刃的卡通主题曲之外 还会有像什么 我们以前叫小叮当 现在叫多拉A梦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宝可梦的 反正他们也会有一些 他们自己喜欢的歌 跟我讲 玻璃的 什么的 反正就组合了一个歌单 早上就用这个歌 放给他们听 这样子 然后把两个人的毛巾 转好 因为其实我用很烫的烫水 烫的毛巾 所以我在转的时候 我自己的手都会烫到 可是我常想说 这就是一种父爱 然后就把我们两个毛巾 要热腾腾的 有点像以前那种上海剃头盆 有没有 我们看电影里面的 就是一个躺在那边 要被人家剃胡子的人 然后他有点刮胡炮 然后就有一个热腾腾的毛巾 把它擦干净 然后毛巾就放在下巴这边 拿起来整个下巴都红红的 这样很舒服的感觉 早上我就拿这两条热毛巾 给我小朋友 然后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冷 就算我放音乐 我把电灯打开来 他们都会赖床 我想大家都有经验 小朋友就爱赖床 而且我不怪他们 我们早上也是 也是千百个不愿意才起来的 对不对 我真的是当了爸爸以后 我才真的发现 以前我爸爸也是不愿意起来的 好不好 我们都以为说其实大人很爱早起 他们怎么都不爱睡觉 大人为什么早起来 根本就不是好不好 他们也是逼不得已才起来的 因为我完全能了解 如果不是早上弄小孩 我也想睡到自然醒 对不对 但因为早上他们要上课 没关系 一肩扛起 我就起来了 所以拿毛巾给他们的原因 还是要把他们弄起来 因为现在这么冷 收收天气 真的很想要偷睡一些 或者是在这个叫什么 就是说不想起床这样子 然后你放了音乐也没用 所以我就用那很热的毛巾 先去擦他们的耳朵 先盖住他耳朵 那你是不是立刻觉得 耳朵一个热乎乎的毛巾 你是不是就 那个睡意就开始削起来 然后从这个耳朵再擦另外耳朵 就把毛巾盖在他脸上 因为有毛巾盖在脸上 他就会起来了 他就会拿手去弄毛巾 当然了 大家听到这边觉得这是好方法 但你不一定要用热毛巾 我跟你讲 你用冷毛巾效果会更好 只是我没那么狠 我想说 我是出发点 真的是想给他们热毛巾 但是你如果把小孩叫醒 你也可以用冷毛巾 不过现在讲这边 都只是纸上谈兵 因为现在你都放寒假 所以大家小朋友 也是在家可以睡到自然醒 所以但是可以做个参考 好不好 我今天想讲就是 其实早上 这样一团乱以后 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有规矩了 然后出了门以后 有一天 那个弟弟 可能就是我们家六岁 现在是六对六岁 六岁的雷腾 他就是 他动作比较慢一点 吃东西比较慢一点 穿鞋子比较慢一点 当然他年纪比较小 而且哥哥都比较早起来 因为其实哥哥早上是比较容易 时间 他是比较早要到学校去 弟弟只是为了他一起起来 一起去学校而已 所以我就让弟弟多睡一点 常常先把隔叫起来 那就导致弟弟有时候吃的早餐 会吃慢一点 那我也不会催他 可是有时候真的太赶了 弟弟快点过来 那一天就是比较赶了 然后因为Jackson跟弟弟 比较晚起来 我就担心他会迟到 所以一直催他们 然后到了电梯口的时候 弟弟就边穿书包 又要穿夹克 然后又要带他的水壶 结果我一不注意 我发现他竟然书包一边戴上去以后 然后夹克穿的进去 另外一边竟然先穿了夹克 然后才带书包 然后这就不打紧 所以有一个书包的袋子 肩带是在衣服里面 有一个书包的肩带是在衣服的外面 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 你会觉得说那你无所谓 只要脱下来再穿一次就好了 但是他在扣他的夹克拉链的时候 好死不死 那是个羽绒衣 他就把他夹到了 他就硬拉 因为大家赶 快点快点弟弟快点 他就硬拉 然后就拉不下来 然后就整个卡在那边 然后他又要再带水壶 然后电梯又来了 然后哥哥在催他 快点你在干什么了 然后我就帮他拿口罩 然后就搞得很慌很乱 然后到了那个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慌乱的 那就直接衣服穿错了 然后也不过就是肩带被埋在里面 或者绑在外面了 这也没什么 但是因为弟弟他有个习惯 他上车 因为我们是坐车子 我要开车在他们学校 他上车 他习惯性把书包拿下来 这样他坐的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他去幼稚园比较远 像哥哥 开车到学校才三分钟 才三分钟而已 所以哥哥基本上是把书包带在身上 然后直接就坐在车上 他就不会拖书包了 那你看弟弟像上车 他就没有办法把书包拖下来 你知道吗 因为他整个夹克是卡死的 然后他的那个肩带又一个在里面 一个在外面 他拿不下来 他整个就快哭了 这样子 我还安慰他 因为他是幼稚园大班 然后这时候弟弟就 蹦出一句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的话 我就开车 然后哥哥已经下车了 然后弟弟还在弄他的夹克 爸爸 然后我说弟弟没关系 等下爸爸再把你弄 然后弟弟突然就说了一句 爸爸今天真是一个大灾难 他觉得这是他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然后这句话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 我就回去跟你讲 夫人讲 我说弟弟今天早上 要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爸爸这是一个大灾难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好不好 这真是一个大灾难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 假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工来说菜 好了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客家创意菜 好了 好不好 我们来说一道这个 雷蒙老师的好客创意食谱 他在好客呢 有好客 有好客的意思 就是从传统的客家菜 延伸而成的一些巧妙的 这个创意菜 那他我今天介绍两道 他的这个料理 都是用蒸的 像蒸肉一样 但是里面的食材 你可能会想 意想不到 比如说我们吃这个 瓜仔蒸肉啊 对不对 或者是咸蛋蒸肉啊 这样子的 但是呢 这个雷蒙老师呢 他所做的是 树子花生蒸肉 树子就是破布子 这个我觉得客家人 也常拿来用 它是一个腌制品 很多客家人会拿来当配菜 或当调味料来提味 那雷蒙老师说 其实这个也不是他完全是他创意 这是他妈妈的一道 就是他妈妈以前会拿这个树脂 拿来蒸肉 做一个树脂蒸肉料理 那另外一道呢 那另外一道呢 是雷蒙老师的银杏树脂 树脂又出现了 银杏树脂 好像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银杏树脂蒸圆血泥 这个就高档一点 拿圆血的这个肉啊 把它这个拌成泥 然后跟银杏 跟树脂一起来蒸 这两道料理怎么做呢 树脂花生蒸肉 先讲这个比较基本一点 树脂呢 需要100公克 然后绞肉300公克 就3比1啊 花生 当然你爱放多少 放多少 雷蒙老师是拿80公克 不是炸过的花生哦 就是这个花生的花生粒这样 然后这个蛋一颗而已 然后蒜头要两半 然后香油少许这样子 那树脂呢 先用滤网哦 用把果肉挤压出来 像我们这个蒸鱼的时候 树脂是一颗一颗的 这里我们不要它的籽 我们要它的果肉就好了 所以只不要 我们把那个果肉 全部挤压出来 总共100公克的树脂哦 然后绞肉加入花生 跟一颗蛋 然后蒜头切末 就蒜头末 再加点香油 搅拌几分钟 把它混匀了以后 再把刚刚的树脂的果肉啊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稍微拌一下 然后呢 把所有的食材呢 都放进蒸笼 就这样子 蒸10分钟就可以了 好像完全没有调味 不需要调味 这边直接用树脂的咸香味就好了 整个这个是 我们拿树脂来蒸鱼 拿树脂来蒸鱸鱼 大家可能都吃过 觉得树脂那个甘丁甘丁那个味道 你想象 他把子拿掉 用那个果肉 直接来蒸肉 应该蛮不错的 那这个应该是雷某是妈妈的一道菜 那接下来就变成他的创意菜了 他是拿银杏树脂蒸圆雪泥 那这边呢 这个因为他常常帮一些大企业的老板 做一些家里的丝厨这样子 所以难得嘛 当然在家里要吃大老板要吃好一点 那蒸肉就觉得好像食材便宜了一点 所以我们就用圆雪 圆雪不便宜 这边用到600公克的圆雪 素质用80公克就好了 然后因为圆雪它的味道其实比较清淡 所以你80公克的素质又可以了 然后这个银杏罐头 我用一罐 然后蛋也是一颗 太白粉少许 香油少许 然后在这边用到沙拉油或橄榄油少许 然后最后他在这个圆雪蒸 蒸出来的肉上面 他会放一些鲑鱼软 放50克 这个可有可无用 我觉得家里自己要准备鲑鱼软 是比较 比较少 但是现在像那种进口超商也会有卖 就是卖生鱼片的地方会卖塑胶罐一罐这样子 就是新鲜的鲑鱼软 冷藏起来的这样子的 青葱一只 圆雪先把鱼刺拿掉 然后只要它的肉就好了 这个肉呢 我们要把它打成泥状 备用 然后这个树脂呢 也是一样用滤网啊 把它的果肉挤压出来 脂的部分也不用 所以我们圆雪打成泥状 用那个食物处理机也把它打成泥状 然后树脂我们只要果肉 不要脂 然后将圆雪跟树脂 还有银杏 还有一颗蛋 然后再加一些太白粉 然后再加这个太白粉就不用多了 只是它比较容易成型 加一点太白粉 淋一点香油 然后再来一点橄榄油 一起再打成一次 再打成一个泥状 所以圆雪先打一次泥状 然后接下来再把其他食材 银杏全蛋太白粉 香油 橄榄油 还有树脂的果肉 一起再打成一个泥状 这个是比较均匀的泥状 然后把这个碗里面呢 把所有的这个肉泥啦 还有这其他食材的泥状 放到这里面去 放到一个有深度的碗里面去 或者有深度的盘子上面 然后直接放蒸笼去蒸 8到10分钟 刚刚那个蒸肉呢 大概要蒸10分钟到12分钟 那这个圆雪呢 只要蒸8到10分钟就可以了 蒸完拿出来以后呢 撒一点青葱 然后在青葱的上面 再放上橘红色的鲑鱼软 看起来就很可口的样子 当然我们自己家里如果 没那么高档啊 不能放鲑鱼软 I guess你也可以 做那种萝卜泥 有没有用萝卜 我们比较便宜拿萝卜磨成泥 然后放点姜的味道在里面 有没有 然后撒一点油 这个香油 把它拌匀了 然后呢 用这个萝卜泥放上面 再撒点白芝麻 也是可以的嘛 那这个银杏素脂蒸圆雪泥 还有素脂花生蒸肉呢 这两道菜是合在一起 就说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个基本款 就是素脂花生蒸肉 家里还没有买到圆雪 或者家里没有这鲑鱼软 你想做个基本款的 你就先做素脂花生蒸肉 吃吃看 素脂只取果肉 然后跟肉去蒸起来 那种咸香感 干丁的感觉 真的有一天呢 有客人来你家了 或家里出现长辈了 过年了 买个圆雪 你不见得要整片圆雪来吃 你可以把它做成银杏素脂 蒸圆雪泥 特别适合老人家 或者小朋友来吃 好的 那个里面有这个帮助大脑的银杏 还有客家风味的这个素脂果肉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迷人的风味的 谢谢我们的雷蒙老师的好课 或者好课创意食谱 谢谢雷蒙老师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今天我们厨房里的特别来宾呢 上一次访问他的时候 是有关他的毛孩子的一些幸福食堂 就是他在做这个私房狗狗鲜食餐 今天他带另外一本食谱来了 这本食谱呢 是做给他自己吃的 大部分的人都说 我做一道我自己很会吃的料理 然后呢 狗狗也可以跟着我吃 他不是 他反其道而行 他先做狗狗可以吃 然后人也就可以去吃那狗狗料理 所以他把狗狗吃的料理整合成册呢 他自己也可以来吃 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姜鸿恩的思味绝 哈喽 鸿恩你好 加可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鸿恩 你这本书蛮特别的 你这本书前面封面的讲说翻翻冰箱泡面便当剩菜 都是你的绝佳食材 是是是 这个很特别 为什么你会突然听到便当 因为拍戏的人 对便当 你看我们看那个周星驰 是 他那部叫什么 不是食神 就是他在演戏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拿一个便当的 对 演员那个最基本的 这个尊严 哪个便当这样子 那是不是这些在剧组拿到便当 给你一些inspire 其实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鸿恩 你很会做菜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吗 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因为可能知道我弟弟会做菜的人 比知道我会做菜的更多 对 但是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便当 其实便当对我来说 对我跟我的工作来说 是有相当的有缘缘 毕竟拍戏的工作 其实对我接触最多的食物 大概就是便当 对 那其实常常有时候 我们在工作很忙的时候 你会忙到突然吃不下 但是今天剧组安排的便当 你又觉得特别的美味 所以你 你不吃的你又觉得是浪费了 那其实我就带回家 但带回家 你放到隔天 你又觉得他又没那么美味了 但是又不想浪费他 对 我这样从这个切入点来看这本书 对他有点不公平 大家会觉得 那这样张宏文这本书 是不是就拿剩菜剩饭来 随便来炒一炒这样 这个就是要颠 这个就是要稍微颠覆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这本书的概念 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洗食 我们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这是其一的一个概念 所以再回到刚刚那便当 就是我稍微把它加工一下 就像我个人 我很喜欢吃炒饭 那我何不就是把这个 这个菜色还不错的便当 稍微把它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你就你一样可以赋予他一个 新的这个食物的生命 对 打个比方说 这里面这本 其实这本我一打开 其实第一个看到 是你跟你妈妈的合照 是 然后就会觉得说 开始听到这个泡面便当 剩菜剩饭 你妈听到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你要出一本这样的食谱 这样的料理书 跟大家分享 会不会觉得 你这不孝子 你不把我的家床 家床的菜传下去 对我们像戴口罩 讲话都一点不清楚 家床的菜传下去 将家菜 你竟然做一个便当 泡菜剩菜的料理书 why 这个东西 其实说到这个泡面 这也是有点故事的 这不是说今天 要教大家说泡面有多好吃 而是说 这个 这个 这里面的这些菜 泡面的这个 其一的故事就是 当年我妈妈她还在国外 那我拍完戏回家 我就觉得 最快的这个食物 就是泡面 但是我觉得单纯吃泡面 实在是太可怜 太单调 太无聊了 所以我自己就想 弄点高汤 然后再加点自己喜欢吃的火锅料 然后可以再加点 这个买回来的青菜 它其实就是一个 加料 然后又丰富的食井面 其实我跟你讲 在泡面里面加东西 大家都有自己的喜爱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蛮有共鸣的 就大家会来看一下 江洪温 他会把泡面弄成什么样子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有人就是在泡面 喜欢加一些鱼丸 喜欢加贡丸 喜欢加火锅料 甚至有的人会加一些奇迹怪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江洪温讲的 他的这个 洗食的快速菜 有用泡面的 比如说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有一个 你特别 你这个料理书 还有时候会介绍一些餐厅 是因为你这一道泡面 这边旁边有你的照片 上面写的阴哥垃圾面 对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之前在聊天 就是说 我其实有些 有些 有些这个 料理的这个发想 不见得是我从小到大就自己会做的 有些是我去这个地方去吃过 然后当我 当我在想这个菜单的时候 我突然脑袋会有那个 那个去想到那个店 这个鱼哥垃圾面呢 这名字虽然有点不好听 对 但是他的店名就真的叫垃圾面 真的 倒垃圾的垃圾 那我一开始别人跟我分享 我说 这个店名取叫垃圾面好吗 他说 可是这个在我们银哥生意非常的好 这反其道而行 所以我有一天我真的很好奇 我就自己开车 他吃什么的 他就是石井面 石井面 他石井面不叫石井面 他硬要叫垃圾面 你问老板为什么吗 然后 然后而且台语叫辣三咪 听起来好像很脏 对 辣三咪辣三咪 然后 辣三咪辣三咪 后来我去看了 他是石井面 就是他店里有很多切的小菜 什么肉 大肠 什么 你都可以加 好 因为这个红温等于说是从 成年妇科版的 你把这个你吃过的 银哥垃圾面 他影响了你 他启发你这个想法 所以你也回来做你的版本 对 你这个版本是怎么做的 我这个版本其实就是 就是你不管你今天 你各式各样的泡面 然后你 你当然 当然我个人对我 我自己家的料 我有我的偏好 没有说一定非得很自私化的加什么 最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一些配料 像我个人 我也很喜欢加上沙茶 我也喜欢加上那种油葱 我对油葱这个佐料 我很偏爱 台湾代表 我还会特别去买一种客家油葱 你的汤头就变得很香 是你就会让这一碗泡面变得变得变得 那这样听起来你是不会用泡面里面的调味包吗 因为你有沙茶又有 我看你有沙茶有油葱 你甚至会放一些鸡汤块在里面 这样的话我就会加一半 就这样 因为味道已经够了 我不会加太多 我就会加一半 那里面的配料你会放什么 比如说蔬菜类的 或者是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火锅料 蔬菜类的话我就会看当天 我家里的冰箱有什么样的蔬菜 或者说我也会特别去买 例如说青江菜 或者是豆芽菜 各式各类 我喜欢吃的 就是我可以随时去做变化 那像火锅料我就会 像我会比较喜欢鱼饺 供丸 然后像我刚刚说 我会在家里皮蛋 他就是非常的实际 这就是你的垃圾面的对合 可以这么说 那这样子说法 那垃圾面会不会有可能 做不好吃 应该不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 你有试过什么丢进去 你觉得真的糟糕 真的不行的 应该没有 应该不会吧 因为下的料都是自己喜欢吃 对啊 布丁 我听过人家放布丁 你说布丁 你别闹了 不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有人的 拉面是不是什么 加布丁 这也是一种混搭 我才会提到布丁 所以你看连布丁 都可以放在拉面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红温的垃圾面 而且不是还有人家拉面 加起司是不是 你看连起司都可以加 都可以 但我们刚才讲这个 大家会觉得说 对这本书 江红温的思味觉 里面有泡面 有便当 有剩菜 再重新 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其实这本里面 还真的有江妈妈的家床 家床的料理 待会来 拿一些江妈妈菜 吓吓大家好不好 别走开玩 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在非命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 您访问的是 江洪恩的思味觉 洪恩上一次 出给毛小孩的料理 他是非常爱心的 家里养一大堆狗狗 三只狗两只猫 对 你这样开火房 这个火食费很高 还好 然后这个 当然他自己 其实也很会料理 所以他的料理方式 看起来很随性 甚至于他这一本 是有关于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就是你一个人回家 你说老婆也睡了 不想炒他 因为你拍戏 自己弄一些好吃的东西 很多媳妇的概念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你有很多媳妇料理 或者是你自己 所创出来的料理 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些 你吃过的名店 比如说你这里面 做了一道双根烩饭 所谓双根烩饭 就是像花枝根 鱿鱿这样的东西 来会饭 可是你是因为吃了 三元号跟朱镜花枝根 你才突然就回家 试做看这样的 或者是你做了 这个沙茶面 那你是因为吃了 基隆的汕头沙茶面 你回去就赶快试做 这样子 或者你吃了茉莉汉堡 茉莉汉堡 因为我住天母 对对对 那你就在家里自己 搞出一个复古风的 炭烤三明治 其实很多东西 不是说宏文自己乱搞一场 但也有乱搞一场 很多东西是乱搞 后来就变得很好吃 就自己变成独树一格 这样子 但是这本书里面 更多的是推荐的 江宏文他这道菜 他怎么的由来怎么来 所以大家不只是可以在家试做 还可以透过宏文他去吃过这家料理 他提供地址跟电话 那你吃了宏文的版本 你可以再回去这家店 去试试看原本的版本是怎么样子 做个比较 对不对 看你是不是自己也会被启发 没错 做出别的 讲到启发 我觉得江宏文的料理跟他弟弟 我觉得绝对是由他妈妈启发的 这里面有妈妈照片 后面有家传的一些料理 还蛮多道的 如果让你自选一个 你们江家的最厉害的 可以祖传三代的是什么料理 当然是我们家的炸肉球 炸肉 江家炸肉球 对 其实这个应该是从我阿嬷开始 因为我阿嬷是印尼华侨 所以小时候我们一直觉得 这道菜应该是印尼菜 它其实主要的内容物就是 猪绞肉跟马铃薯 有马铃薯就好 这样讲起来 怎么就很像日式的可乐饼的感觉 对 因为小时候我们一直觉得 因为我阿嬷就说这个东西叫 我们后来长大叫 可乐饼的日文 是不是好像那个音好像有点像 也蛮像 anyway 然后就是 它主要就是猪绞肉跟 蒸熟的马铃薯 之后把它倒成泥 然后跟猪绞肉拌在一起 拌在一起 然后再加一些红萝卜的碎末 最主要是我们 我们家会再加那个 芹菜 芹菜末 芹菜末 香气就很足了 对 香气很足 而且也比较解腻 对 我正要讲 芹菜这种香味是很解腻的 尤其你吃炸物的时候 又有马铃薯 又有淀粉 又是肉 炸完以后 很不错 然后其实很多人要炸东西之前 可能它会裹粉 对 我们家是没有裹粉 我们家是裹蛋白 这个真的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家就是裹蛋白下去 其实它会有一层薄薄的薄膜 那个口感是很特别的 而且你这里面又有马铃薯泥 又猪绞肉 又红萝卜末 芹菜末 洋葱末 所以这里面 它的口感是挺不错 而且咬进去 蹦出来 猪肉被炸香的甜汁 猪肉的肉汁 再加上芹菜 红萝卜 这种甜味跟香气 还有洋葱在里面 所以咬起来 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然后最特别是 你这肉球在炸之前 还裹了蛋白这种 那你有问过 他们为什么要裹这个蛋白吗 不晓得 就小时候看大人的做法 就是这样 对 然后你要在它成型之前 蛋黄也是有作用 你会下几个蛋黄 在这个搅拌 这个整个肉团当中 它也是可以有点凝聚 凝结的感觉 蛋黄在这里面 应该除了凝聚 还有一个香气 反而蛋白是放在外面 但我们大部分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这个 要煎虾子 或者让一个食材 比较受保护的时候 我们会在外面 先抓一点蛋白 让它这个比较有 因为蛋白预热 它马上就凝固了 就像你说 外面会有一个薄膜 它就会让食材本身 不会这么样的干材 保护住它的湿润度 所以我对这个姜 祖传三代姜家炸肉 这样听起来 就是它真的有自己一个做法 而且从奶奶那边传下来 所以你这个 自己在家里会常常做吗 我还蛮喜欢吃这道的 这个其实可以做 因为现在大家家都有气炸锅 你只要做好一堆 都炸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应该蛮喜欢吃的 我回家就做过 我没有做过外面裹蛋白 你说的没错 我们都是拍一点粉 然后去炸这样 比较容易定型 这个可以试试看 好 我回去放你这个蛋白 在外面试试看 大家在家里听的人 可以在家里做 不管你们家的肉丸 是长怎么样 你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对不对 那我稍微公开一下 它这里面就是用 其实用到蛋四五颗 马铃薯有三四颗 你这一次要做几颗 这样的话四五颗再加上 马铃薯再加上 猪脚肉一斤 可以弄个二十颗 应该没有问题 这蛮大个的 一斤 然后一斤猪脚肉 然后半根红萝卜 芹菜有一把 然后洋葱两颗 都蛮多的 马铃薯三到四颗 不过这个蔬菜的量 当然是随自己的 如果说你希望 吃的不要那么的腻的话 当然可以放多一点芹菜 但是我觉得你们做法 虽然说有独到的 放蛋白 可是我觉得特别是 你的看起来很简单 你这首三四张照片 分解图很简单 然后很清清楚楚的 大家可以在家 照这个量来试试看 甚至最后肉丸 你还特别咬了一口 让大家看到里面的 蔬菜量长什么样子 免得说 其实这样想法 真的蛮像可乐饼的做法 差没有裹一些其他东西 但是这样做法 大家试试看 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很想做 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 你这个皮蛋猪肝粥 看起来很厉害 这个其实是 小时候妈妈常做给我们吃 后来变成长大 我很爱喝猪肝汤 我觉得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来一碗猪肝汤 就觉得很营养 猪肝粥 再加上我自己 我又很爱吃皮蛋 我觉得来混搭看看好了 猪肝再来搭上皮蛋 那个口感不知道怎么样 还真不错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喝广东粥 他们是用生米来煮 台式的人就海鲜粥 甚至皮蛋猪肝粥 其实他们白饭就可以煮了 没错 我们习惯其实吃这样子的 就像我们意大利人 他们吃意大利面 都喜欢吃那个面芯 还有一点硬的 我每次煮那样 我老婆都骂我 她说我要吃很软的 吃夜市那种 所以你从小吃什么样的口感 你就想要吃那样的口感 没错 那这个就是用高汤 去煮沸那个白饭 不是白米 白饭 大火煮个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其实我到 我是跟大家分享了 其实有时候像我家里 不时都会摆一个 就是我都会先煮一锅高汤 不时被子 我觉得高汤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基底 那你的高汤是什么样的基底 其实我都会 其实我都会猪骨 对 鸡骨 或者是有时候放一些肉 因为肉你把它熬出来的 那个味道其实也不错 蛮用本的 猪骨 鸡骨去熬这样 好有这个高汤 然后去煮你的白饭 你不管是 其实不管是饭或者是面 其实你有那个基底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 味道就已经不错了 看起来很快 因为你把这饭煮一煮 把那个饭的淀粉 只是把它煮出来一点 然后等到那个淀粉被煮裂了 然后它那个白饭可以吸收味道的时候 你就把皮蛋丢进去 然后再把皮蛋煮个三五分钟 然后最后再撒上这猪干 最后再猪干 因为不然不然怕太老 这里的猪干是很细的猪干 我看起来切的蛮薄的 细细薄薄猪干就丢进去这样 然后撒上这个嫩姜丝 葱末丢下去 胡椒跟盐 麻油调味就完成了 整道料理大概15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这就是本着洪温的 他说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打开冰箱肚子饿了 想要让自己感受一下那种温暖的气氛 这可能闻到味道 太太就来跟你同享 对 有太太就来同享 没太太就所有毛小孩都跑过来 猪干汤太厉害 如果都没有 家里都没有人的话 这一碗猪干汤 也会有点暖性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 谢谢 江洪温的思味觉 我们还没聊完 翻翻你们家冰箱泡面便当剩菜 还有哪些是你的绝佳食材 别走开 马上回来 来分明天三 中广流行王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 我们江洪温的思味觉 这是他自上一本 给毛小孩的料理 到现在煮给自己吃的 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洪温 这是你这个编排蛮特别的 从习食的快速菜 就是你这几年拍戏下来 所养成的习服的习惯 便当也好 在现场有剩下的东西 回家去做这样子 然后像明店致敬 这个单元我很喜欢 每一道菜 你都有提供了明店的资讯 让大家知道 这要是要理 怎么起源制的 哪一家明店的 传家料理 就是你妈妈或你奶奶传下来的 刚刚我们听到 你们江家的肉丸子 回去做做看 肉外面裹蛋白 很特别 最后呢 这个最后点时间 讲一下江家哥哥的玉米汤 这个玉米汤 我一翻开我就呆掉了 这怎么看都不像玉米汤 这有点像这个大杂烩的感觉 这个台式玉米汤 其实为什么叫江家哥哥玉米汤 其实这个是因为 之前妈妈在国外 那所以家里只有我跟我弟弟跟我姐姐 我们三个人住 那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 下班时间比较晚 那所以我回家 我就自己煮东西吃 那我很喜欢吃 我很喜欢喝玉米汤 可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 你知道就是多 多点料 多点料 多点加工 你知道吗 我觉得玉米汤 光这样喝就打蛋花 太无聊了 所以有一天我想说 不妨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 以前自己去 就是去吃什么流水席 就觉得弄什么海鲜羹 宜兰的西卤 那我自己就来 试着做做看好了 然后就做了这个东西 就加上自己喜欢吃的 这个鱼饺 贡丸 皮蛋 一点小青菜 就味道好像还不错 再加点油葱 对 你真的是玉米汤里面 你要放油葱 这太特别了 教育你回家试试看 真的还不错 有点特别的味道 这个做法真的很简单 它是用玉米粒的罐头 再加上玉米糊的罐头 然后两个加一起 再加汤 然后再放贡丸 鱼饺鱼板 然后再加皮蛋跟油葱 煮个三五分钟 然后放点小白菜 然后再淋点蛋汁 就完成了 是的 然后你翻到这个第115页 红温的这本书 你立刻先去看它玉米汤 你就被它打败了 他这边还特别写到 说不要觉得我在胡闹 其实他们家 真的很喜欢吃这道料理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在家也试试看 我觉得这本料理 我就应该会启发 很多人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其实 料理不要这么样的无聊 料理属于很主观的 你喜欢吃什么 就应该加什么东西进去 你们家最棒的味道 不见得这家人喜欢 这个五星级的米其林去吃 也不见得吃得惯 对不对 将红温的思味觉 独享夜归的快速料理 推荐给大家了 谢谢我们红温来到现场 谢谢教科 谢谢大家 讲究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